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这一期呢是个迟来的这个节目 首先跟大家道歉了 等了这么久 可能如果对比上一个上半集 现在假如说是下半集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视频的感觉 还有唐大叔的外貌可能都有些变化 当时做的这一个上半期介绍的时候呢 然后准备做试驾到一半呢 那因为一些硬件的这个technical difficulty 就做不下去了 很多人就问怎么视频只有一半呢 所以呢又过了拖了好久 大概两三个月 今天终于有机会做下半集 这个试驾到底今天试驾的是什么呢 好终于呢我们现在要试驾这一个 可以叫小切诺基 或者我们中国已经有翻译了 叫自由光 Cherokee 这个Trail Hawk版的介绍 试驾 Trail Hawk版呢 大家也知道唐大叔喜欢吉普木矮人 当然是因为他的越野能力 那Trail Hawk 这个不是大叔说的 而是第三方的 经常去这个4x4的同学们 这些朋友他们去说有人开这台Trail Hawk 跟着他们完全可以跟得上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 这台车的越野能力非常的不错 所以唐大叔也开始在感兴趣 如果说唐大叔自己喜欢木马人或者开木马人呢 我认为像女性的话 自己的太太啊或者女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女性准备玩越野的这些同学呢 就可以考虑这一台 其实呢唐大叔最近经过一件事情才发现 或者说有这个感觉 发生件什么事情呢 因为也是有一个看唐大叔视频的 来自中国的小美女 那在国内的时候呢 就跟唐大叔订了一台木马人 当然是因为他觉得外形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很喜欢木马人 结果订好车之后呢 过了一个月 回到温哥华 然后就来试车 就来看 我当时帮他选的时候 是按照我的理解和这种感觉吧 帮他做了决定 帮他定了一台最最纯正的这个吉普木马人 纯正的意思也就是说设备非常的少 这个手动窗户 只有空调吧和自动挡 这两个女孩子我认为是必须的 那手动的窗户和手动的这个镜子 甚至是 结果小女孩一看到就哇 没有道后雷达嘛 木马人都没有 窗户也没有吗 我开车到一半 好像不敢去弄 然后这个电充电锁也没有吗 电锁都没有吗 没有要自己开的 这是纯重的感觉嘛 就个小女孩一下子就觉得不习惯了 因为以前开的车不管开什么车 现在只要是这三五年生产的肯定都是有这个一些电伤电锁都标准的嘛 但是木马人本身就一个简单的车 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经验帮他选了这个车 最后发现哦原来女孩子还是需要一些多点东西啊这个加热仪也好啊或者一些电伤电锁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东西 那我就发现原来这个男孩子可能这个想的还是不一样 另外也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 长大叔以前看的木马人那种情怀都是很简单基本 那现在的人假如说第二次换车第一台如果开了一些比较方便的这种呃这个城市SUV也好或者其他的车 如果让他一下子开这种非常简单的车电窗电锁都没有啊第一可能会忘记到时候造成一些安全的隐患第二的话很不适应 那所以呢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哎那如果这个木马人以外哪一台车可能适合这个我先来说我我的判断吧那适合一家人平时是城市开的那一家人的话小家庭三口之家一般喜欢小SUV 第二的话周末的时候还想出去玩啊不管拖东西啊车底上放东西啊那出去4x4啊这样的话还有什么车可以选呢 哦如果又喜欢吉普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小切诺基的trailhawk这一款 所以想到这之后呢我就把又想到说哎出来开一开吧 唐大叔想到就想要开一开开的时候顺便又想到哦对了之前还欠着大家那个下半级的这个trailhawk越野之鹰的这个试驾 所以今天呢就几个事情一起办了前面说的比较多开场白 那我现在已经开了大概几公里了基本上平平缓缓的最主要大家要注意几个东西这台车呢 第一这个吉普木马人是V6的3.6升的Pentastar引擎那这一台呢是3.2的V6引擎 呃少了这一点点马力这个呃有几个原因吧第一木马人比较重第二木马人他会呃他追求这种 他是完全偏向于这个越野的所以城市啊或者其他东西考虑的不多 那木马人285匹马力配这个如果自动挡是呃五速变速的手动挡是六速变速的 那他每一档特别是前几档输出的这个扭力和这个呃马力的话会比较大一点 加上车重木马人一般也踢的刚刚的踢离光浪的身上载了很多轮子啊啊呃有的人放帐篷啊有的人放很多其他的东西前后bomper 换成金属的啊下面skip play就是下面的under armor armor 保护这些主要部件可能都会增加重量啊乱七八糟的再加上车的自重 那我想这个0.3的区别啊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我接下来会说明啊这里首先是可能3.2在trailhawk上面就够用了而要在木马人3.6 当然panda star是个很好的引擎用在木马人上也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啊木马人需要去一个极限的地方一次待很久 那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引擎是很重要啊那说回到trailhawk trailhawk搭配的是八速变速啊自动挡那大家知道每一挡输出力量其实如果不用去做数学啊只是从感觉上一个是六速或者五速一个是八速那输出的力量差不多的那同样越野的情况下那trailhawk相对要轻一点点呃所以这个不再继续说的复杂一点就是说呃他们越野能力应该是差不多的在马力这方面那第二的话 呃这个八速变速到底开始什么感觉很多人担担担心的就是说他搞不清楚速这个八速太多了到底哪一挡那我刚刚一路开过来大家可以可能声音听到的不大这也当然因为这个舒适的SUV嘛 他隔音做的比较好一点比起木马人那我是感觉不到明显的换挡的感觉也感觉不到这个说呃在刚刚正常驾驶没有猛踩油就是城市正常驾驶的情况下感觉不出来他在找哪换到哪一挡啊这个目前没有 等一下呢我会这个稍稍给点油再试试呃在快速加速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那这两点注意完之后呢刚刚也提到了舒适性呃我说过了一下木马人也好其实这个trailhawk的自由光也好呃 呃说坦白一点多数人还是城市开的要多一点呃如果周末两天能出去一到两天那就非常不错 所以在这方面真正的这个real life usage或者是真真正使用的在这个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可能trailhawk舒适性会更好而且他有一些电子的东西对吧 啊出屏幕啊这些蓝牙呀当然蓝牙是木马人也可以选项只是说在trailhawk都有的 那像一些甚至电椅啊电热的这个转向盘呢啊像一些椅子的舒适性啊这个呃这个避震器的这种感觉啊 嗯应该是都是更接近SUV大家习惯的舒适的城市SUV但一到了野外呢啊这台车是可以跟得上这个木马人的 所以这是一个定位非常好玩的东西 所以在具体的车介绍之前我有视频都讲过了今天主要讲驾驶但是我现在在等一个火车 所以啊顺便也就聊一聊啊聊聊其他方面的东西那我一边开呢一边啊现在停下来 但我一边在看啊这台车唐大叔自己还是很喜欢的内饰啊trailhawk 的话其实就是自由光也是这个我忘记是几家了应该是10家内饰啊 啊SUV小型SUV里面那是很漂亮啊用他们说soft to the touch就是手一般会碰到的地方都是软软的这种皮质的方向盘靠的这个地方啊旁边这里会靠的地方都是很舒服的 然后手在中间这里这个8.4寸的所以呢现在唐大叔在等这个火车过去啊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也是 就是肯定非常安静大家可以听的不明显但是呢现在火车上面轰隆轰隆啊听到的声音比在室外也要静很多这也就是城市SUV追求的还是一定的舒适性啊隔音也比较好好现在火车走了我们又重新回到路上刚刚试了一下就是正常驾驶轻轻点油这种开发啊 啊唐大叔说8速的变速呢感觉还是这个每一档换档没有没有感觉 基本上感觉不出来换档啊如果非常仔细认真的去感觉去去观察可以知道它换档 所以8速是这样子起步的时候也很平顺油呢也比较这个敏感感觉马力在脚下面要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可以出来啊3.2配这个8速变速呢啊如果说比起木马人开启的感觉木马人感觉更直接一点啊你不给油的时候呢啊慢慢悠悠 当然这个和木马人的这个Rail axle的Ratual有关系它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它更追求的是一些扭力但是呢Trail Hawk的感觉还是要这么说很像小SUVSUV的感觉好现在我加速试试换档 嗯这个感觉呢应该像大家可以听到刚刚引擎的声音也很漂亮的声音然后这个加速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小车的那种就是像小跑车一样啊马力扭力冲出来然后车往前冲还是有越野车的一些感觉吧啊就会感觉这个输出的动力是平平缓缓四平八稳的这样来输出而不是一下子急速追上去的所以这也是为了将来这个越野的时候一些一些做准备我相信 当然这个后轴的这个比例也是相对高的比起其他的一些追求这种城市开的啊另外要提一下的话就是这个轮胎 大家知道木马人也也有很多种轮胎就是如果你运动版啊Sahara或者Rubica但是相对越野这个这台车的Trail Hawk越野之鹰的话相比就比较像Sahara的感觉 大家知道Sahara的那个Sahara的版边啊这个感觉呢是呃在城市开是蛮平稳的不会有抓地的这种感觉啊 啊所谓抓地我说的就是上卢比肯的这种啊所谓的这种泥地轮胎我们一般讲AT和MT就是Auto Ring 全地形轮胎和这个泥地的轮胎啊所以他如果看泥地轮胎在城市它是感觉很还是黏答答的抓着地 因为它齿轮很大在轮轮很大很深那这个车呢更像Sahara啊城市开的时候很平稳但是他这个轮轮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轮痕啊在越野的时候可以帮助帮助这个更好的抓地力啊 啊这台车如果是正常开女性的这种加油的一般不会说一脚踩到底的这种你会感觉很平缓这个车 那如果是男孩子喜欢给点油那就脚踩下去动力也会上来啊所以今天当然没机会去越野了但是我可以走一些相对这个不平一点的路来感觉一下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我感觉和这个木马人的转弯半径来讲跟木马人非常的接近吧或者是你越野就知道转弯的这个半径会呃对吧非常小但是呢这个就等于说这个方向盘要多转几圈但是你发现震的时候这个好处就出来了方向盘不会像这种小 小跑车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小房车那种手会很痛啊或者难受啊你会很在这个颠簸路上的时候你感觉是有这个控制你感觉还是所有东西在你控制之下的那在这个地比较不平的时候呢你会开得很舒服 就是因为避震的关系这台车还是有兼顾到这种呃越野的情况嘛所以舒适度在经过坑坑派派的时候和木马人各有千秋但是木马人那种那种感觉是你回去找这种不平的路走那这个车也有点这个意思呃平路的时候很舒服 就是像SV但是路不平的的时候也真的很舒服 前面路怎么又有点堵了 呜hh 你看唐大叔刚刚走的是左线 左线只需要两条小线 这么说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说一个三道的小路 你从一条线的最靠左的左线转过来 也只是转到对面马路的左线过一点点 这么说可能要有点想象力需要大家的 但是还是我刚刚说那一点 转弯的转弯半径非常的tight 或者说角度非常的小 小还是大小 对就转过来了 很好 这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城市的实际用处就是说你停车的时候 因为它的转弯半径 你不用前后倒来倒去的去停车 或者去走一个什么路 这一点不错 那里面真的蛮近的 音响怎么样 音响就 好了音响不放了 每次放了听到一点点歌之后呢 唐大叔视频就会被警告 这个说你用了什么什么没有授权的歌 那就不去听那些了 肯定是不错的 大家这个城市SUV嘛 或者说有越野能力 有非常好越野能力 trail rated不是随便盖上去的 虽然现在的Rubicon小道已经 这个trail 这个这条道已经比以前要简单一点 但是能开过去的车 得到这个trail rated的这个称号的车 吉普车 那肯定是能力有的 这台车急速是240公里 那木马人大概在160左右 有实际开开到100也就上不太去了 110左右 所以真的是如果你还没有买过吉普 但是你已经决定要开始参加这种 就是周末去参加这些活动啊 去camping啊 去那个4x4啊 去享受这种大自然 特别是住在像温哥华这种地方 地貌非常丰富的地方 这种trailhawk 原来我没有重点提 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唐大叔在做这一期之前 也做过了一些非官方的调研 去看一些资料 包括其他人做的视频 然后大家在辩论 真的有一半一半吧 有些人这种 他知道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1到5是正常用一台车是这个代步工具 周末的时候又有一个 比较喜欢户外的这种lifestyle 他们会选 都觉得这个trailhawk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唐大叔的话如果要投不用说了 Rubicon没有什么好比的这个木马人 城市开的时候我把棚弄掉 油耗什么我也不管 开起来这个故意走一些小路 舒舒服服的 如果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更不用说了 可以拖东西可以最好的越野能力 所以唐大叔这样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如果是这一类人或者更多男性 但是因为我前面分享的小故事 从女性的视角可能舒适性啊 其他的都要兼顾 然后如果能跟着这些 不管是男朋友老公还是其他的这种旅友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他的车跟得上的当然更好 而且自己不要不需要追求那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 这台车里面有不像木马人对吧 就直接放到四驱四驱low 你自己去选择怎么去弄 而这台车是可以帮你自动用车去决定 其实说坦白一点 现在这个车这么聪明 可能比一些新手开的还要好 在这些越野的地方的时候 所以是在不行的时候 我可以手动去选择泥地啊 雪地啊 甚至这条车是有可以选石头的 可以大家知道如果吉普上有这个选项 可以选rock就是石头四驱 你就知道这台车是用了吉普 在自动系统也就是自由光啊 在大窃啊 或者基本上这两个车上面 有石头这一个选项四驱 就是手动这个半自动吧 对吧 手动选到石头这一档 就知道这个车可以趴石头 那已经是最极限的 或者说最厉害的这个自动四驱的系统 这个换挡这个我忽然想到了 也很有感觉是个很 摸起来很有手感的一个大大的换挡 不像有一些小里小气的那种感觉 整台车还是显着粗犷坐在里面的时候 外面看也是有点这个独立独行的不太一样 那去到野外的时候能跟到 能跟上木马人 唐大叔在做这个这些视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 调研的时候也看过很多的比较 那这台车跟的应该是最轻松的 当然提到这个的话 木马人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可改装性 那这台车是可以改的 第一你可以换轮子 现在是一个全地形轮子 但你可以换更更 还有到后雷达对吧 唐大叔没注意看 但是对吧 这个有到后雷达对有些人来讲很重要 到后影像到后雷达后市的 那可以改 改的话你可以把它这个 改一些粗一点的轮子啊 可以把车升高啊 像木马人一样 那这台车的越野的潜力可就 对吧 无限的放大了 那它前后有脱钩 甚至这个可以解救自己或者帮助别人 对吧 也可以加其他的 像那些那些绕线啊 后面加拖东西啊 上面放东西啊 所以这台小车 我觉得是真的是不错啊 我只遇到过两种人唐大叔 一种人是已经在开机铺木马人的 另外一类人就是说我将来有一天 或者我想开木马人 但是如果你知道 在可预见的未来 开木马人 因为它的一些局限性 这种城市方面的 还有舒适性方面的 家庭车的这种定位相对弱一点 不能这么说啊 应该说城市SUV的定位相对弱一点 如果你说可预见的未来 不管老公可能不同意 老婆可能不同意 家里可能不同意的情况下 Trail Hawk 在这个越野的SUV的这个级别里面 是唐大叔推荐的下一个车 今天开了一下 基本上可能说的东西比较杂一点 但是开方面的感觉 我认为可以挑剔 但是也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 它不会像3.6引擎或者有一些SUV 因为调试的关系 同样引擎情况下 开的那么直接 对吧 城市嘛 你路很平 就是有的需要快一点加速啊 所以SUV有的弄的跟小车一样的一种感觉 那是他们的定位 很偏城市的 两个极端的话 很偏城市 那这一台车的话 应该是偏向 过了这个中间这样子 还要更偏向越野 或者说平衡吧 60%城市 40%越野 但是它这40% 我刚刚多次用了这个比喻 你可以跟得上木马人的 在很多其他车都跟不上的 所谓的SUV都跟不上的情况下 所以但它60%呢 对吧 40%就是像 能跟得上越野 木马人一样的越野能力 但是60%的城市呢 又基本上 你不会有很 对这个 不会相对 多数的城市SUV 你不会有太大的这种 感觉说 这个是越野车嘛 或者是开起来 什么像越野车 不会这样子 它虽然60%这样定位 但是它有80%的 和多数我们习惯的 城市SUV会类似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车 挺有意思的 所以唐大叔呢 嘿嘿 也在纠结 对吧 如果家里需要两台车 如果有条件的话 先生开木马人 太太开这台车 送小孩啊 安全性啊 偶尔周末的时候 可以跟着先生一起去 一些简单的trail去 这个 一起去玩啊 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 这是非常不错的 那另外一类 一个人或者情侣 两个人 带条狗也可以 完全可以开这台车 城市生活 油耗坚固 舒适性坚固 影响方便性坚固 最后周末的时候 拖着小船也好 或者开去外面 这个换山野地 跟着大家去4x4也好 这台车也都搞定 好的 今天试驾变成了一个 这个 又闲闹了 也很想大家好久没见了 另外的话呢 唐大叔本来想在这个 50个订阅人的时候呢 庆祝一下 我之前也发过一些帖 那这个等一会儿我会 另外的做一个抽奖的视频 到时候如果抽到的人 是温村的人呢 或者在加拿大境内的 那都可以联系唐大叔 唐大叔会寄过去 如果是在北美看看吧 看看吧 抽到的话 我会尽量去想怎么办吧 但是这一次主要真的是 加拿大境内 也考虑到这个成本的关系 但是 再看吧 看看怎么样 唐大叔会去考虑 不然的话北美 好吧 抽完之后再说 练习唐大叔 然后 这个欠了大家很久的 trailhawk试驾 就这么稀里糊涂乱七八糟 一路 捞骚的这么 做完了 就算是做完了吧 不要说我做的粗心呢 好吧好吧 好吧 先这样了不要拍了 好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看唐大叔 和温存机 博士价美 带来的这一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